沙特靠石油变土豪 南非因为有黄金成了富国 而在太平洋上有这样的一个岛国 也是靠资源走上了报复之路 但是这个资源你想都想不到 它是鸟粪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个奇葩的国家叫脑鲁 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 比我们的澳门还要小一圈 整个国家的人口也才1万出头 还没有咱们一个镇的人口多 但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岛国 曾经人均GDP世界第一 什么美国英国那都得靠边站 可是好日子没有过多少年 就穷得叮当响了 沦落到靠原住为生 这个脑鲁的国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来形容一个地方平均 常常说鸟不拉屎 这鸟偏偏喜欢来脑鲁拉屎 因为它周围方圆几百公里 是没有其他的岛屿的 海鸟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斜角 经过数万年的累积 这整个岛上都是鸟屎 足足有10米厚 但是这些鸟粪经过分解和化学变化 最后形成了磷酸盐矿 这玩意儿在工业上应用极广 可以用来做化肥 食品添加剂 耐火材料等等 而且脑鲁的鸟粪磷 和普通的磷磷还不一样 它含磷率高 又是露天的 特别易于开采 1890年 这个宝藏就被一位英国地质学家 偶然发现了 消息传开 英国顿时激动了 为了霸占这个小岛 一战期间英国雇用澳大利亚远征军 来赶走小岛的主人德国人 后来二战时 这个小岛又被日本人看上了 日本投降后 澳大利亚又占领了它 真是铁打的脑鲁 流水的矿主 大家你争我抢的 零矿也被不计后果的疯狂的开采 看到这个场面 脑鲁原住民就开始坐不住了 自家的矿 凭啥让别人挖 终于在1968年 硬弃了一板 实现了国家独立 拿回了磷酸盐矿的所属权 但是巨大的财富 是砸晕了贫穷太久的脑鲁人 他们更加不加节制的开采磷矿 第一年的开采量 就超过了德国 30年殖民时的开采总和 靠着挖矿 脑鲁挤进了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名单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3万多美元 比美国还要高4倍 而当时我们中国才多少 1977年 咱们中国的人均GDP 只有185美元 这爆发户脑鲁一下就飘了 不仅在岛内修建环岛高速 建国际机场 还在澳大利亚建了一幢52层 造价2000万美元的脑鲁大厦 计划让脑鲁百姓都住进来 其他的什么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和住房 人家通通都有 就连开采灵矿都高价聘请国外的工人 那么脑鲁人到底在干嘛呢 他们每天的消遣的就是吃 面朝大海 吃着海鲜牛排 喝着红酒 都吃成了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国家 脑鲁人家家都有跑车 人人出门打疙瘩 还坐着飞机买世界的买买买 那个时候的脑鲁人到哪里呢 都是金钱的味道 但是再富裕的矿也经不起这样挥霍 短短二三十年 脑鲁的磷酸盐矿就见底了 为了维持富足的生活 脑鲁就开始投资 但是很不幸 八十年代 投资日本地产 赶上了经济泡沫 血本无归 九十年代 又投资中国台湾股市 结果又遇上了股灾 倾家荡产 这两波折腾之后呢 脑鲁也没啥钱了 就开始变卖家产 飞机 游艇 豪车 海外投资的房产 也全部都给卖了 就连脑鲁大厦 这座为全国人民准备的最后家园 也卖了 可是 由穷入奢益 由奢入简难啊 舒服日子过惯了的脑鲁人 搞农业渔业 又嫌来钱太慢 并不巨大的财政亏空 竟然走起了掰门邪路 卖护照 卖身份 帮别人离岸避税 洗黑钱 啥挣钱就干啥 国际上各大金融头部看到脑鲁这么干 触碰他们的利益都纷纷把脑鲁拉黑进行制裁 2003年 脑鲁终于终止了洗钱和逃税 那么现在到底脑鲁靠啥生活呢 依赖联合国和澳大利亚资助而活 但是澳大利亚的援助是有代价的 澳大利亚在脑鲁建了难民收容所 每年能够拿3000万美元 澳大利亚美其名曰是援助 实际上是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附属国 靠资源一夜暴富最终是凭实力 窥光了所有 脑鲁用30年的时间向世人展示了 从天堂到地狱的全过程 脑鲁的大起大落证明了 单纯依靠资源只能够富于一时 如何富而不交 适时转型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家企业 甚至是每一个人 都是值得好好思考的大明题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 这很明显的原因是